兩名女子荒長躲進早餐店 後面一條黑狗也追了進來 其中一名女子情急之下 站上椅子卻重心不穩 往後摔倒砸壞桌子 當下引發事故的黑狗兄 眼見闖禍趁亂 造勢逃逸 店家連忙上前關心 詢問摔倒的女子有沒有受傷 她先踩椅子 然後之後她整個直接 那怎麼坐下去 然後整個就直接 騙起來 來到事發的新竹湖口這間早餐店 被撞倒的桌子 桌板和架子分離 椅子也損壞 老闆說十四號晚上八點多 這兩名女子現在附近路上遇到黑狗 因為狗不斷的叫 他們才一路跑過來 目睹的店員也說 當時兩名女子真的很害怕 才會爬上椅子 因為自己也被狗追過 能感同身受 我也很怕狗 我在想牠們也可能很怕狗 至於桌子椅子壞了會不會求償 老闆說看帥到女子好像已有受傷 所以不會要求對方賠錢 至於肇事逃逸的黑狗兄 老闆猜測可能有人飼養 但沒看過也找不到 覺得無奈又好笑 華人新聞綜合報導 哈囉我是鄭雅芳 想要場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